斯莫克大师赛第九场 两位世界冠军展开正面角逐 奥沙利文状态一般 始终处于被动角色 前五局2比3落后 疲于应对 令球迷捏了一把汗 本场比赛 将会决出本次赛事第一位四强选手 值得球迷关注 斯莫克大师赛进入第二轮较量 两位世界冠军正面遭遇 奥沙利文在战尼尔罗伯逊 上演一场巅峰对决 比赛进程引人入胜 一波三折 火箭状态一般 处境有一些尴尬 前四局比赛 一度0比2落后 第三局奥沙利文没有浪费机会 终于开张 拿下第一分 第四局 罗伯逊在击打一颗难度 不是很大的红球的时候 出现失误 仅仅拿下24分 奥沙利文抓住机会 连续上手得分 轻松完成翻盘 一杆66分完成超分 随后一杆青台得分破百 100比22拿下比赛 将大比分搬成2比2 第五局 罗伯逊再次打破僵局 一杆50分锁定优势 进而抓住奥沙利文的失误 继续扩大优势 顺利拿下比赛 再一次领先 第六局 直接打破僵局的依然是罗伯逊 一杆29分转入防守 继续给火箭施压 展现出不俗的状态 从前六局比赛进程来看 奥沙利文始终处在被动状态 罗伯逊几乎掌控了 每一局的比赛进程 率先打破僵局 拿下了完美开局 火箭只能利用对手的失误 勉强维持局面 苦苦支撑 也是一脸无奈 因而罗伯逊没有调整到最佳状态 比赛进程中 出现了多次不该有的失误 导致局面非常胶着 第六局 再次出现了相似剧情 奥沙利文利用对手失误 一杆青台 以102比37完成翻盘 第二次扳平了大比分 如果罗伯逊不能降低失误 很可能全面激发火箭的状态 进而全面失去优势 大师赛第九场 奥沙利文直面罗伯逊 两位世界冠军正面角逐 火箭前六局一直处在被动当中 露火箭前的两位品种 感谢观看